车损险是大多数车主买车后都会考虑购买的一种汽车商业保险 但是市面上的商业车险种类繁多 特别是对于很多新手车主来说并不是很清楚 车损险是什么意思 车损险赔付的范围有哪些 本期的理财课堂咱们就一块去了解一下 什么是车损险 车损险其实全称是商业机动车损是保险 简单来说就是专门用来赔付自己车辆损失的险阻 就打比方您自己的爱车发生了保险事故产生了修车费用 那么对应的我们用来起付这部分修车费用所要使用的保险就是车损险 车损险的赔偿范围是哪些 商业车损险的赔付范围的话还是极限于被保险自己投保的车辆 如果是在我们被保险驾车撞击了第三方的车辆 我们要赔到第三方的话这里就不能够使用车损险 而要用到我们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车损险怎样计算 您想车损险赔款计算的主要还是有事故责任比例 合同条款列明的绝对免赔率 投保人是否购买了我们不计免赔率附加险 以及我们在投保时候是否有约定每次事故的具体免赔金额的 一般来说的话对于事故责任免赔 我们可以后期通过加保我们的相应的附加险来提升我们的保障水平 那么在保障齐全没有绝对免赔的情况下 在维修期间我们核算的损失金额就会是我们最终的赔付金额 车损险的责任免除有哪些 那从常见的类型来说的话 车损险的责任免除除了地震海啸 这些自然灾害以及故意制造虚假案件外 主要还从两个方面进行判断 一个是驾驶人的资质以及是否有违法行为 比如驾驶员没有驾驶资格 没有经过车主同业驾驶保险车辆 事故后没有依法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直接离开现场的 或者是驾驶员有酒驾独驾行为的 那么另一个方面是保险车辆的使用是否合规 比如说车辆行驶症的号牌被注销 或检验不合格 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期间的 对于车辆进行改造 造成咱们使用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 那么这些以上都是我们常见的免赔类型 那么具体的免赔内容 我们还是建议投保人在投保的时候 仔细阅读一下咱们的条款内容 划痕能介入车损险吗 划痕险又是什么呢 划痕险是商业车损险向下的一个附加险 那么只有在投保了商业车损险这个基础险的基础上 才能够附加投保划痕险 那么划痕险主要保障的是 非碰撞事故下的油漆划痕损失 比如说咱们的爱车被尖锐物体划伤 仅造成油漆损失的这种事故 这是咱们划痕险所保障的范围 商业车型改革后 新的免赔率比例是怎样规定的 商改之后事故责任免赔率是全则20% 主则15% 同则10%和次则5% 但是事故责任免赔率 可以通过购买不计免赔率附加险 来进行补偿提升咱们的保障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理财时间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我们的建议